从下方的烧去顶一下 哎哎哎 这这这这脸丢大了啊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无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98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款 一个大陆变形金刚同号民友呢 借给我分享的一款玩具 FanStars第42号的Hunk 它是致敬到变形金刚居管里头 大汉这个角色的产品 那么致敬大汉 但是他这个规避版权的关系 取这个名字叫做Hunk Hunk你去查一下 他的这个单字呢 一般来讲就是 身材魁梧的男人啊 或是猛男啊 帅哥 大概是这一类的意思 那其实在名字叫大汉 但是其实在G1里头 他的个子是很小的 那么以这款FanStars的一个玩具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他的一个身材比例呢 还是做的太过修长一点 在G1的形象里头 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的腿吧 手边没有什么大汉的玩具啊 只有一款这个是 不知道是太坦回归 还是什么石头的一个时期的一个玩具 那原则上配色的部分呢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绿黄还有这个灰色头盔 银色的面雕 都是非常致敬的 那它本身玩具的素质呢 也是非常的好 FT的玩具呢 现在已经几乎已经变成是一个所谓理财的一个 理财的一样产品啊 已经脱离了一般第三方的这个范畴了啊 非常非常了不起 经营很成功的一家第三方公司 身上的话呢 有大量的合金部件啊 像是这个地方会反光的这个部分 就是金属部件 以及在这个整个脚底啊 这一块啊 这一块部件全部都是合金部件 所以这个站立性的话呢 是非常的好的 稳定性非常的够 那它的话呢 除了这个地方啊 看这个后照镜啊 就这么一点点零件连接 我是觉得在把玩上的话 是务必小心一点点啊 那其他的话呢 关节可动呢 除了腰没有办法转动之外 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你想得到的都能够动 但是呢 比较可惜就是它没有一个齿轮关节啊 这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 头部的转动的话呢 就是稍微要去捏住两侧啊 转动来讲的话呢 是比较啊 不是那么一个顺手 要往上往下看的 是几乎是没有啊 姑且的当中 它只能够左右看吧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愤怒的表情 它是有附带一个替换的一个面雕的 那这个替换面雕的话呢 用手直接去抠啊 其实并不好抠啊 所以的话呢 还是会建议呢 还是用一点工具啊 从下方的稍微去顶一下 这脸丢大了啊 就我待会再把它捡起来吧啊 就可以轻松的呢 把它给换上去 不小心又在节目面前 就萤幕面前又又又又又喷射了 那么它你看啊 这个呢 我经常形容一个眼珠 如果图得漂亮啊 这个就是比美这个美版 MASTER PIECE MP10的这个水蓝色的眼珠 非常好看 那由于是一个露脸的一个家伙 所以呢 这个面雕是我比较喜欢的 胸口的话呢 是没有BOTOP的标志 当然是不能有的 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合金部件 所以这个玩具呢 真的是非常的沉 但是一体性来讲非常的不错啊 除了膝盖呢 稍微有点偏软之外 这一脚还好 这一脚就比较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膝盖就是一侧偏软 一侧不偏软 身上的变形的时候呢 有几个地方要做一个小调整 但整个一个流畅度的话呢 还是比较高的 那它的一个配件呢 有一个这个车型下的时候呢 一个电钻 全部都是一个电镀的 那它的枪的话呢 就是银色的手枪 那没有任何的变形机构 但它的一个握持方式呢 非常的好啊 跟它这个拳头内侧 是有一个卡槽的 那就配合这个地方的 这个滑槽的话呢 把它给扣进去 连手掌都不用张开 就可以完成一个握持 这个真的是非常贴心的 而且这个握上去之后啊 这个枪的话呢 你怎么样搓揉打 打敌人的话呢 都是不会掉下来的 非常的可靠 那么它的一个下半身的话呢 有一个裙甲的一个 看似裙甲的设计 但是它这个裙甲是连着后面 这里有一个卡扣 扣进去的啊 所以它这个裙甲其实是不能 如果你要维持它后面这个完整度 是不能往上面 你只能抬到这么多 再往上抬的话呢 后面这个地方就会崩开 那么膝盖的话呢 弯道可以大约超过90度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一个接地的关节 后脚跟的部分呢 有一块这个布甲是变形的时候呢 是做一个卡扣结合用的 在站立的时候呢 通常是往后推 当然某些姿势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的把它后面的稍微翘起来啊 就方便的话呢 摆出一些更好的一个接地 这个呢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人形下的话呢 我可以说 可能除了没有齿轮关节之外吧 我个人是挑不出 它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毛病了 手感的话呢 沉重 而且感觉非常个冰冷 质感度是非常高的一个第三方玩具 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HUNK的变形过程 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简单 而且很享受其中的 它的背包呢要解开 它背包的话有四个卡扣 这里有 一个黄 一个蓝 一个黄 这里有三个 以及呢 下面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卡扣 我们呢 就是稍微的 这个一个水平的把它给移开 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的 它就是要对应后面这里有个缝 那上面三个的话呢 就比较明显 这个就不用多做说明了啊 那扣进去的时候呢 是先把这一片呢 先推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往下面折 然后对准再扣进去 好 这样就行了 那么背包的收纳 你可以注意到 它背包收纳 其实背包内侧呢 有两个部件 一个是车头 另外一个是车尾 那车尾的话 除了车尾之后 它还包花了一块 是车底的部分 那我们在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先把这一样翻出来 再翻里面这一层出来 到这边 你可以先把它给扣上 也没关系啊 到这边 最后的话呢 才是把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全部都给翻出来啊 那我们暂时背包的话 先不处理它啊 因为呢 我希望它现在先小一点 我们先处理它 那个后面的一个部分啊 首先我讲一下 这个地方好了 因为腿部这个 臀部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啊 这个地方的部分 把它给打开 打开啊 打开之后呢 先把它往前面 那我们先注意到这个腿部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里面是有一个空间 你看我如果翻倒出这一侧 它现在是在靠前面 我们要把它往后面推 推到后面这一格啊 那我们就稍微的 施一点力呢 把它给往后面推过去啊 从这儿 把它给往后面推 那推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呢 我发现它好像没有什么 比较好施力的地方啊 完全就是好像 似乎是靠蛮力一样的 把它推到后面去就行了 OK 整个推到后面去啊 整个推过来 好 那推过来之后呢 这一个屁股这块部件呢 它刚是往前面 它刚是叠这样子的 你屁股把它推过后面 它就只能够打平了啊 这是正确的一个变形方式 再来把这个部件的往下面折 这里也是一样往下面折 然后收到内部去 我们需要的是呢 这个地方这个空间 待会我们变形的时候呢 是会需要用到它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的习惯呢 是先变其他的位置了啊 先把手臂的话呢 手臂的话呢 往后面 从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里有个斜斜的一个角度 把它往后面退 往后面整个退过来 好 到这边 然后手臂胳膊的话 可以暂时呢 给翻上来 到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的 往后面推 推过去 这个地方先翻起来 然后手臂胳膊呢 待会是往后放的 那么把这个地方解锁呢 是因为肩膀这个地方呢 就没有了 没有肩膀之后呢 它的一个整个头部呢 才能够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折 到这 行 那我们就开始做它的一个 其他几个地方的变形 我的习惯啊 在这个时候呢 是先把车头 这个车顶盖呢 先都给翻出来 你会发现呢 它的车顶盖呢 是完全的 全部挤在一个上面的这个背包里头 那这个看似呢 很碎 很复杂 但其实呢 实际上变过一次呢 记忆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 很简单的 手臂的话呢 就往后面翻到 身体的内部来 那转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呢 是转成这样子啊 两个罗斯丁的位置是朝外 到这边 这个是它目前的一个形象 到时候这样扣下去就行了 车头的话 有一块这个部件啊 待会就是收纳的时候 就是以 一样是以这个形象 这样子盖下来啊 差不多啊 好吧 我就先先盖这样 也行了 也行了啊 呃 接下来变形腿 腿的变形比较有趣 而且是整个 呃 这个玩具里头应该是说 变形醍醐位置所在了 首先呢 把这个脚的话呢 给往外翻到这一侧来 螺丝钉的部分呢 是朝前啊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 有一个锁扣啊 这个地方 这个锁扣呢 它锁住了一个关节 往下面压 那这个关 呃 这个锁扣的这个 一样是偏小的一个零件 并不好 你看没有 它这个突扣定这个凹 那一旦锁定之后 它的腿就弯不下来 但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给弯下来 弯下来之后呢 记得把这个锁扣呢 再给压回去啊 然后呢 把这个脚的话呢 你注意到啊 这个脚你要转到 转到里头的这个开口 是可以把脚往上提 啊 我们要把整个腿的话 给塞到 这个内部去啊 塞成这样啊 这个才是它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变形 那个方式 要记得整个给塞进去啊 整个从这 整个塞进去 看到没有 整个是一个90度 塞进去 这才是OK的 再来我们就把腿的话 它本来这个地方 是有扣紧的 这个时候把它给松开 然后腿的话呢 就怎么样 前后 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解锁上面 这几个小零件 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小零件了啊 就这个地方 前面的话是这样子 翻出来 这个 前面这个地方是要往外面 拉出来 还有一个滑 滑草 记得这个滑草 如果不拉出来 还是没有办法往后面放的 往后面推过去之后呢 记得再把它给往回推 然后这里有一个凸 有个凸 对内侧有个凹 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来 OK 这一侧就完成了 车尾的话比较简单 车尾都是直接翻就可以了 车尾都是直来直往的 直接翻就可以了啊 这里扣上去 然后呢 就把它给整个车子的一个侧边的话呢 这里的话 顺着啊 这里 这个有个部件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还有一个 前方应该还有一块吧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有一块 刚忘了 把它给翻出来 好 那么呢 这个就是车子的一侧 已经OK了 那么另外一侧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变形 这个地方应该先翻下来 这个都很小的调整啊 并不难 并不难 这个很小的调整 翻下来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车底是有一个锁扣的 把它给打开 那我们把一样的 把这个 转上来 啊 这个螺丝的部分朝人 然后这里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锁扣卡扣在这里 如果你的指甲够长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给扣出来的啊 但是呢 呃 诶诶 成功了 翻出来了啊 翻出来之后 记得把这个锁扣再扣回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要转到一个 转到一个 脚可以往上面翻的一个角度 然后整个的 诶 这样整个塞进去啊 并不是一个90度 这样才算OK 然后两腿的话 由于锁扣已经解开 就可以往两侧给分开了 分开之后呢 我们刚刚提过了啊 车头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要先往外推一点点的 这里 是要往外 我现在变左手变 左手好像有点小小小的不太灵巧啊 这个地方 再把它给推回去 然后到这 把它给扣下去 啊 车尾的话比较简单啊 车尾就直接的翻出来啊 你看它这个部件是金属连接部件啊 基本上是把玩起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做最后的一个组合了 那组合的时候呢 我的习惯啊 就是第一小心这个 那个后召镜要注意 但是还蛮妙的 但是还蛮妙的 基本上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掰的时候 玩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还真的是 我的手还真的是不太会去碰到它 我觉得 嗯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黑科技啊 反正我就是觉得还蛮安全的 但是它看起来很脆弱 但你根本碰不到它 然后呢 我建议扣的话是先扣后面这里 我个人的感觉啊 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扣上 它的一个稳定度的话呢 会达到一个最高 这个 这个 那你这个车子本身的这个长度 你要稍微调整好 后面这两个扣紧 再来的话呢 把它朝中间靠近 靠近之后的话呢 记得啊 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的 应该说这个 这个有电 这个银漆这个部分呢 是一片的塑胶 你要先把银色的塑胶 插进这个缝里头去 插进去 然后呢 再这块固定再往上面上来 你会发现它一个 会把它给卡住啊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变形过程 这样子 先去把它给卡进去 然后再从这个点往上翻 OK 这样一来车头的话呢 就会非常好看的一个变形完成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再往上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往上面推 那由于后面的话呢 我们已经先把后面扣起来了 所以前面的话呢 你可以比较安心的去做一个调整 好的 这个地方怎么松开 OK好 把它给扣上 好 那最后车尾的话 也是有一些 被我被我挤 这乱七八糟了 车尾的话这个样子 你看到它是有一个部件 它到时候翻到下面去的 那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 记得 这两个部件要记得先推进去 要把这个推到内侧去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部件 刚刚不想推进去了 到这边 然后呢 往这里按下去 它这个黄色部件按下去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有一样东西 要跟各位讲 它的一个说明书里头 讲到说枪是扣在 扣在这 但是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扣在里头 它完全可以扣在里头 扣在这吧 对 它完全可以扣在里头 然后你再往内放 翻到折到这里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特别嘴定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好像会卡住 到这边就行了 这样一点 它的滚动性 是完全不会被影响的 也就是它的一个武器 说明书是扣在这里 但是我发现 盖起来会扣地 直接可以收到里头 这是一个几乎是 净乎是完美的一个 把武器收纳的一个变形了 那这些缝隙啊什么的话呢 就是做最后简单的调整 你看到这个地方 腿的话 我们把它往中间密合一点 它的一个密合度呢 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状况 整个车型的话呢 还是非常完美的 那么呢 这个配件的话 就是用这个 也是一个C型扣的一个概念 把它给咬住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 这个Hunk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武器 配件 通通都搭载上去了 轮胎的话呢 也是一个橡胶的一个轮胎 都是可以把它给拔下来的 那身上的这些电镀部件啊 平时拔完之后啊 请记得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清洁 车顶盖的这个备胎呢 也是可以转动的 该有的这个通明部件 像是车窗的话呢 也都是有 那是Fanstoys专有的这个QC检验的贴纸 后方的话呢 比较可惜了啊 这一代呢 就不是透明的部件了 那么车子的底盘 可以看到 几乎是非常的扎实的 那么整个变形的过程中呢 就是两个小细节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大腿 小腿两侧 这两个部件 记得要给翻开来 就没有问题了 那记忆点很强 其实我只变过一次呢 几乎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思路呢 都摸得比较熟悉了啊 那车子的一个裂缝 主要集中在侧边 车头的话 可以说是做到比较完美 尽量减少这个地方的一个分割 那这个当然是无法转动的啊 就是做个样子而已 那么前方的话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两个洞啊 是 好像车子本来就没有 其实我拿到的时候 我一度想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零件不见 后来发现并不是 因为它这个插孔 会让我联想到说 是不是有透明件 把它镶上去啊 但事实上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以及呢 这个超一流的滚动性啊 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因为这个安静啊 然后又流畅的一个 一个一个车子的行径 那整体来说呢 真的是Fancy Toys的玩具呢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高水准的了啊 那这一次的话呢 就感谢这一位 大陆的便移金刚同好朋友啊 林兄啊 买那么多写真集就算了 还寄个玩具给我做分享啊 那再一次的跟你说声感谢 那么这是我们1298集的节目啊 那么预计在2020年的年底的话呢 应该会用1300集作为年尾特级 年末特级 到时候会跟大家聊一些 简单的小话题啊 比方说今年的 我比较推荐的哪些玩具啊 还有今年发生了哪些大事情 然后对于便移金刚的 一些玩具的一个期望 那都会跟大家做个 简单的小分享 当然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个人的心灵鸡汤啊 那就进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